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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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在去年 有某國中 發生了一件學生 持刀攻擊的事件 造成了一名學生的一個死亡 那麼這件事情呢 帶給了親師生相當的一個不安 大家開始擔心 校園是不是真的不夠安全了呢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一味的在找罪犯 到底誰應該為這樣的一個 事件來負責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針對法律面的部分 來去做一個徹底的檢討 怎麼樣找回校園的安全呢 那麼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就邀請了三位來賓 跟我們一起來做討論 再介紹的是我們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的副局長歐仁豪 主持人兩位來賓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介紹的是我們新北市議員 洪家軍洪議員 議員好 主持人還有我們兩位來賓 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介紹的是我們精神科醫師 楊聰才醫師醫師好 主持人 兩位來賓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平安 是 非常歡迎三位來到節目當中 那麼今天其實要討論的這個議題呢 其實嚴格來講 還有點這個比較嚴肅 當然也是整個事件是讓人非常痛心的 原本應該是讓大家都可以非常放心的 這樣的一個校園喔 怎麼會發生了這麼讓人家害怕的一個 持刀殺人的一個事件 那麼首先我先請教這個家軍議員好了 因為畢竟你現在孩子嘛 其實還在學校念書對不對 通通都在新北市的12年國教 分別國中 高中 國小 是 現在都在學校裡面 但是發生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你會有所擔憂嗎 會不會說 擔心孩子們的一個學校 校園裡面 是不是有一些隱藏的一些危險在裡面 坦白講我相信所有父母 第一個時間都會關注到這樣一個新聞 進而會去產生一些擔憂 我覺得這是無可厚非 那也因為自己的工作關係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新北市不論是教育局 或者是很多的一個團體 我們大家可以為這件事情做點什麼事情 因為說真的 市政府 那當然現在在我右手邊 這就是我們的教育局副局長 其實說真的 這麼多的一個教育議題要來做關注 真的有時候會覺得就是說 或許體制面應該要給相關單位 更多的一個支持 尤其是教育局 這樣的一個社會事件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單位 可以扛起所有的責任 就光 因為我長期都在教育 那五屆的議員當中 我都是始終是 第一個時間就是登記教育小組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看到就是說 太多的一個教育議題 真的是需要像現場 其實我們就有不同領域的夥伴在這邊 那在教育現場我們都強調 親師生 這是大家共同要打造的一個黃金三角 共同來面對所有的一個教育體 把它鞏固起來給各個單位 就是我們大家共同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希望我們的孩子可以更好 所以我想大家共同努力 是所以你會擔心說現在校園安全嗎 擔憂沒有用 化為具體的一個行動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或許待會我們就可以談到 至少把這個破掉的安全網 我們可能把它補上 對 沒錯 那我現在再請教這個楊醫師 就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那當然很多人會很生氣是說 這樣的一個學生 其實他好像沒有反省的一個意思 對不對 那身為家長 受害人的家長 我一個孩子好好的到學校去上個課 怎麼會就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人就這樣子沒了 那就是兩個層面來講 我們那樣的一個精神狀態會是怎麼樣 其實我先說明一下 我今天來談的身份 第一個呢 我是精神科醫師 第二個呢 我其實有在教授社會心理學 我也是呢 新北市家庭暴力基金業 房治委員會的委員 我也是台北市心理衛生 暨自殺房治委員會的委員 那我也是兩個孩子的爸爸 那我會有一些句話先來點出來 就是說 叫做噪音於家庭 惡化於學校 顯現於社會 那怎麼說呢 這十刀砍出來太多問題了 因為呢 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剛剛提到 我是不是說在做親親愛的房子 我們親愛的房子做得很綿密喔 親親愛的家人呢 從入獄就開始做輔導 出獄 你至少最低最低最低要三個月 最長可能要四年社區管控喔 我回到這個問題來 這個人我將先比心 我的小孩子如果出門呢 早上出門高一天出門 中午說要通知他被殺了 我瘋了我頭 我真的抓狂也很難嘛 那我一個寶貝呢 那這一個人 他竟然是拿著一個刀子 就這樣砍了十刀 請問第一個 他刀子從哪裡來 第二個 我又知道我更難過了 這個人還是一個叫做曝顯少年 他怎麼身上可以帶刀呢 他不用檢查嗎 還有這種小孩子 比如說包括那叫他干戈的那小孩子 這個人看起來你們是大幫結派嘛 這些人只要想我砍下去 我更大條 我還不會判死刑 我要12歲以下我還沒刑責 哇昏倒了 所以你想想看我分第一個 我如果是那個被害人的家族 包括我現場目睹我同學被砍 我不會嚇死啊 我第一個我一個月都有急性壓力障礙啊 我每一次想到說我去校園 等一下會不會有拿刀子劃我一刀 對不對 如果沒處理好一個月後就是 創傷後壓力障礙喔 這又變成另外一個麻煩喔 所以聽說那一段時間啦 那一段時間是真的蠻多師生的 有去接受一些心理輔導的這個狀況 那你說加害人 今天我看一集都講不完 太多的問題 討論這一十刀 砍出一堆的問題 其實真的 一環扣一環的問題 如果說是一個單純的同學之間的爭議好了 可能我光想如果就是一刀好 生氣情急之下這樣子一刀下去 可能就是他應該會嚇到 但是他是十刀 對怎麼會有那麼大的一個憤怒吧 那樣的一個情緒 我不客氣講 那不叫憤怒 他就叫燒包 我燒死你十刀 然後呢 我關出來 我更大喔 我黑社會老大喔 我叫做殘忍的殺手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心態已經 因為我們去過監獄去輔導過這些人 這些人 反正四是沒良心的 反社會人格偽常 這些人呢 太嚴重了就是要槍決了啦 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抱歉 舊約裡面提到 這些人萬一我人管不了 我一槍槍斃的送回上帝給他管啊 不是就這樣嗎 這些人惡行到不行 你覺得不敢做的事他都敢 因為倒壞下去看到那血蹦出來 我嚇死了 他沒有的 他去做 我們都做過腦科學的反應學 他是冷血 他根本沒反應 他看得好開心 哎呦你嚇死了 你們嚇死了吧 他砍下去以後更大條 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在精神狀況上 他哪會有良心 他一點良心都沒有 這些家人如果去知道 是一個不完全的家庭 你看看現在很多家長 會不是要求說家長你要負責 你看我們很多家長 我錢給你的學校 你就要給我負責 你學校要買單 你這些家長放牛吃草啊 你不用負責任嗎 糟糕到底 所以整個事件來講 包含了親師生 到底在這個事件上 我們學到了什麼 然後接下來我想要請教這個歐副局長 是不是來跟我們談一下 其實就像議員跟那個 楊醫師所講的 會發生這個事 當然啦 我們不是說要找罪犯 那回過頭來 我們當然就希望說 能夠在這個事件當中 我們要去做 尋找一個 為以後 會發生類似這樣的事情 我們要做一個解決嘛 那我們怎麼從中去學習一些 解決的一個方式 好 其實校園 在整個社會裡面 還是相對安全的 那尤其是在新北市 我們學校內有很多 非常有愛心有耐心的老師 但是我們的學生的家庭 跟學生所處的社區 我們有跨局處的夥伴 警察局 少年隊 少府會 社會局 衛生局等 他們一起來跟學校端的夥伴 來照顧我們的孩子 所以呢 在校園孩子一定是相對安全的 這個要請大家先放心 那以這個案件來說的話 那在我們學校對於風險比較高的孩子 其實我們跟警方有直接的合作關係 那每個學校都會跟當地的分局 來簽訂了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 所以呢 警方跟學校是有樂線的 那以這個事件來說 我們覺得要特別 謝謝中央 我們馬上做了一些反應 就是校園的安全檢查之前 確實是比較複雜 不太容易執行 那現在呢 是孩子有特定學生跟非特定學生 特定學生就是 如果他恐怕是比較具有風險性的孩子 那我們會特別的關心他 關照他 一旦有情資 可以直接來進行安全的搜查 那這個就跟以前會差很多 剛剛提到的是要兩人以上 那現在不用 那如果非特定學生有情資進來 那我們只要簡單的會商完 就可以有一個作證者 然後全程錄影來做搜查 所以搜查這件事之所以重要的是 學校本來就不應該出現任何的違禁品 尤其是刀線這種具重大傷害性的物品 所以這一個治標的手段 在學校端有了一個工具可以處理 接下來我們跟學校就會盡可能的合作 讓他演練的順暢 讓大部分來學校安心求學的孩子 是可以在安全的情境之下來念書 是 那我想請到這個副局長 就是說我們一般講所謂的一個曝顯少年 他總是會有一個輔導的一個機制對不對 那以他當時的那樣的狀況 我們學校是不是有針對他在校園裡面 我們去做一些輔導的一個機制呢 好 所謂的曝顯少年或者是孩子有涉及到司法案件 以目前的做法 原則上我們學校的行政人員跟我們學校的輔導人員 會跟少安所這邊的保護官有聯繫 所以孩子一出所我們就會做逐步的安排 那比較辛苦的是孩子目前出所大概都會是直接入學校 入班 那這個也是在這個案件上面我們後面做了一些調整的做法 意思就是說恐怕在孩子從環境上的轉換司法到學校這一邊 需要有仲介的過渡措施 那孩子一定得上學 因為他還在義務教育階段 但是呢 他可以逐步漸進式的回到學校回到班上 那這也可以減輕學校的輔導人員行政人員的壓力 跟孩子或家長的擔憂 所以目前我們跟我們的高高雅相遠 偷包中心的跨局出夥伴 不管是社會局衛生局警察局 有在討論社區的一個仲介過渡措施 所以孩子可能一出所之後 他不一定馬上回到班上 他會有一個評估的階段 然後逐步的可能是半天一天兩天 在一個禮拜內來做一些逐步的處理 讓他慢慢的回到學校 那我再請問一下 就是說可能就是身上有案子的一個孩子 14歲以下 他們回到校園當中 學校是知道的嗎 學校是知道的嗎 然後家長們會知道有這樣的學生在嗎 就是我們這邊現在跟司法的合作是 如果他出所 學校會在他入所的時候 就試著跟保護官去確認他什麼時候會出所 那在出所前我們會去談出所準備 就跟你住院要離院 會有一個離院準備一樣 所以出所準備談完 就是要處理剛剛說的仲介過渡措施 是直接可以回到學校的狀態呢 還是得經過高關懷課程 或者是先到其他的局處的據點去做一個輔導措施 那這個在出所的時候就會做準備 那學校會不會知道 會知道 現在會知道這孩子 但是我們只靠學校的能力會不夠 所以剛剛一開始就跟大家報告說 在新北市我們要非常謝謝我們的網絡 包括警察局、社會局、衛生局、少府會、少年隊 對我們的孩子的幫助非常大 他可以到學校來協助孩子的法治教育 他也可以到學生的家裡去做家訪 來跟家長做諮詢來協助 讓孩子可以度過從司法要進學校這一個過渡階段 嗯 是 那我想要請教這個家軍喔 就是說假設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可能14歲以下未成年少年 他的一些過往的一個犯罪的事蹟可能都會被掩蓋掉 可是身為一個家長 你會不會想要知道說 在孩子在校園當中 周遭是不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稍微危險性比較高的人在 那假設說真的有 那如果說真的大家都知道啦 好 可能也會對這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暴險少年 然後有一些傷害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提醒孩子 我們要去注意一下安全吧 喔 我想這個第一個讓我想到 就是孩子被標籤化的問題 那我會更關心的是 如何預防這樣的一個問題產生 進而影響到 就像剛剛不論是一次也提到 我覺得他用的一個字 這樣一個很精簡的字就是 雞兔同融嘛 我覺得很到位啦 家長一定會擔憂 但是呢 我試想 我今天知道他班上某一個孩子 他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不良的紀錄 或者曾經有這樣的一個販毒的行為 然後呢 可能大家就是開始盯著那個孩子 然後呢 他這樣一個上課學習的一個氛圍呢 我想我會更關心的是 當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的一個教育體制 他做的你知道嗎 不論是高關懷的這樣的一個成績 或者家庭教育 或者還有沒有其他的措施 可以讓我們每個孩子可以在於 你知道在他的教室當中 得到最妥適的一個照顧 我們常常會在於 剛剛我也提到的親師生 我們覺得說 孩子在學校 或許還掌握度比較高喔 因為孩子就在我學校當中 那家長呢 家長怎麼管 你看我們經常在辦親職的教育課程 你知道老師都常開玩笑說一句話 還真的需要被來到學校好好上課的家長 永遠沒有辦法到學校 對啊 真的應該來的 那在於說這一塊的一個法律上的一個強度 可不可以再提高 你家長如果說真的 我再舉一個例喔 各位知道就是說 當我們駕駛 我開車 我經常在做一些違規的駕駛 或者高速度行駛的時候 到一定程度喔 被記點或更方便喔 我就必須要到某一個場域接受 這樣的一個你知道嗎 再次的教育 而且它的一個課程的過程當中 你知道嗎 我還聽過這樣的一個說法 你不要以為人到那邊就OK了 你在那邊打瞌睡或忽然跑掉尿盾 不好意思喔 重新再來一次 對 它整個影像是通吧 你記錄下來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一個系統跟模式 家長找來 對不對 對 如果你各方面也沒有達到一定程度 再繼續來 然後甚至法律上 不論是罰則也好 或者甚至你的監護權 我是否要給你做暫停 因為你沒有辦法達成一個家長 必須你知道嗎 一定的一個責任跟義務啊 那我們的下一代在你手上 欸可惜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應該去你知道 去審視跟檢視的一個區塊 就是家長的一個要求 再法律上給你更高的一個你知道 不論配合教育體系 配合學校 配合老師 我認為這一塊都應該再再被加強 那我想要請問家軍喔 就是說 畢竟你現在孩子都還在學校裡面 那如果說 當你知道 就是學校真的有這樣的人存在 你會怎麼告訴你的孩子 要注意些什麼事情 盡量不要去惹人家 或者是說 甚至看到同學被欺負 到底我們要不要挺傷得出這件事 事實上當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回到家 我第一個就是跟我孩子討論這件事情 我先問他說 學校目前來講 老師有沒有把這樣的一個議題 帶回來就是在課堂上 告訴孩子們 你應該要怎麼樣保護自己 好這是第一個 再第二個 好不論老師有沒有做這件事啊 我說 當這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我先聽聽看他的想法 這第三個 我舉一些例子 有一個老師 他為了避免同樣問題發生 也先讓孩子們先做演練 他說今天有一個 從別的班級來的孩子 或者是陌生人進到我們的班 對著我們某一位同學 進行很不友善的一個動作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這個老師教了這個班級做一個動作 他說你們不用跟那個人打架 也不用跟他們吵架 你們只要通通站起來 圍著他們兩個人 在旁邊 他就會知道要知難而退 因為要知道 我今天不是只是面對那個人 這個班級的人都站起來了 在看你在幹嘛 你不用我過度的動作 他自然而然就會知難而退多數 我覺得就是說 就好像我們回到社區鄰里啊 今天你的鄰居遇到麻煩 難道就你知道嗎 你難道不會是下一個嗎 教育現場能夠落實這些危機處理 是這可能未來在教育局方面 或者是到各班都必須要去演練說 可能會發生的一些問題存在 那再請教這個醫師喔 就是說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到底這個家誰要來負這個責任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想要去知道說 這個孩子的一個家庭狀況是怎麼樣 那就你的了解 我們也不想說去責怪孩子 畢竟他未成年嘛 我們都會想說 那是不是他家庭原因造成的 那是不是應該給這個孩子一個機會 我們現在學校簡單講 就是有分成學障 學習障礙跟情緒障礙 我覺得越來越多的可能要需要到 第三個就是行為障礙 比如這個人有行為障礙 有些人喔 他到學校他不會上學的 他就是喜歡找同學麻煩的 找老師麻煩的 這個在精神級裡面是有行為障礙 或是對抗行為 被動攻擊 老師你叫我走動我偏稀給你看 這些人他要被輔導 因為他不要就像我們剛剛講 不要少數人變成害群之馬 害了一堆人正式上學 老師呢只要麻煩照顧你就好 其他學生的受教學生都被干擾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要的 第二個就是說 我自己走過來講 像我們這個家庭 我們家裡很忙嘛 那我小孩子確實是在 私立學校完全教育的 那我不會言這次事件以後 發生很多家長嚇死了 就趕快想小孩子不要讀公立學校 讀私立學校 你中若生不來學校 我會盯你 你要被接受處分喔 像那個家庭暴力的個案 我們也會列為高危險高關懷家庭 這些顯然在社區的不定時炸彈 包括剛剛副局長提的議員提的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單純用教育的計量了 因為一些人可能有些人是需要社會局的力量 有些人需要衛生局的力量 我看到新聞有個案例 就是說 家裡面呢 主婦有錢啊 公里在那邊玩電玩啊 爸爸媽媽無所事 是整天在那邊爛爛爛 有用光用無用自己去收嘛 進出者刺進莫者黑嘛 然後你都躺在那邊玩電玩 我幹嘛去上學 你跟人家講話都大小聲 你跟你的爸爸 我怎麼跟人家會講話客氣 所以這東西 沒有人天生下來就會當好爸爸媽媽了 我不客氣講 現在我們不會 我們有很多不負責任的父母家長了 所以呢 政府的公權力 就好像我們講講家庭 不是說法不入家門嗎 金冠男人家會說不行了 現在為了社會大眾的安全 你看到這一個叫做危險分子 可能就是惹麻煩 就像鯉魚一樣知道嗎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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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住他 用鑽石模式守住他 避免他再犯 我們新年代家庭貿易局長 四個字嘛 叫預防再犯 你預防不要讓他再犯了 去干擾別人了 這才是重點 是 那再請教這個副局長 就是說其實 剛剛我們都在討論某一個個案 但其實現在校園裡面呢 也常常有發生所謂的一個霸凌事件 這當然不只是新北市 各個校園都曾經都會發生到的 那我們怎麼讓這樣子的一個校園安全 能夠值得家長們能夠更信任 然後呢 讓學生是真的可以在一個安全的校園裡面 來好好的學習成長 是 校園安全的維護 那是最基本的教育工作啦 那讓家長放心的前提有兩個 兩個一個是我們的預防性工作 必須讓所有的孩子家長跟老師們 清楚的知道 在學校裡面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 那在預防性的工作上面 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那目前會比較常處理的 會是用有力的因子去處理 讓孩子去走各式各樣的正當的休閒活動 那但是呢 還有另外一個預防性 就是剛剛兩位來賓都有提到的 孩子有沒有想過 在遇到一些事件的時候 他可以怎麼因應 可以怎麼拒絕 可以怎麼求救 可以怎麼通報 那得正式一個問題是 在公立學校孩子所面對的 其實就是他畢業之後 在社會上的樣態 所以呢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讓孩子在安全無語 而且是可學習的環境之下 去學到這些可能課門教不到的事情 那這個必須讓家長知道 我們努力的方向 第二個呢是積極的處理的部分 那就是針對可能的 會造成其他孩子安全的 這個有之餘的孩子呢 我們是逐萬列館 然後啟動三級輔導機制 那三級輔導機制裡面 最重要有兩塊 一個是心理師 學校心理師 一個是學校社工師 跟輔導老師 那對孩子心理上的一個輔導 或者是走向他可以比較開朗活潑的 去面對他的人生的這一塊 在學校心理師跟專任分老師 可以來處理 但是呢 孩子如果離開學校之後 在社區在家裡 遭遇到或者是學到了其他的 一些社會化的行為 那這個恐怕就要靠我們學校社工師 跟網絡之間連結 一起跟學校合作處理 剛剛有提到 少年隊很棒的 他會幫我們到家裡去 跟家長台約制我們的孩子 少府會跟社會局會帶我們的孩子 去從事他有戲區的活動 所以呢 從學校到社區 從教育局 學校到各局處 我們在處理性上面 對於重點的個案 我們也做這樣的努力 是 那再來請這個家君 就是以四寶媽的立場來 也是呼籲一下 家長是不是應該多關心自己的孩子 我也想分享一件呢 也要謝謝教育局 以及呢 我們也曾經請高教 就是台師大 我們曾經合作的一個案子 也有正式簽訂的一個合作備忘錄 那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家庭教育中心 來去推動所謂的一個正念校園的教育工作 那持續好多年 那我們一開始是從正念校園 就是老師著手起 那也藉由老師上過課以後 帶著這樣的一個我認為是一個工具 我用工具來形容 就是讓他可以融入他的課程當中 來照顧每個班級的孩子 那進而來去 我們最高的一個期待就是說 家長這一端也能夠共同來參與 所以家庭教育中心 這幾年也藉由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帶動 那也謝謝教育局這邊 我們也正式成立了一個正念中心 正念基地 那也藉由各種的一個計畫 希望能夠帶動正念校園 那最後我現在再請教這個楊醫師 就是說其實呢 我們知道說因為現在14歲以下的 等於是說他是被保護的嘛 但是呢他們 因為他們不用負這個所謂行責的一個問題 反而成為了黑道要網羅的一個對象 你怎麼來看這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又要再修法來改變 我這麼說好了 我們大概一個社會 我們開文就要講 我們自己就希望安居樂業嘛 現在整個問題就是我們怎麼增加安全感 那不會也 現在犯罪年輕化 如果你參與到很多領域你就知道 包括販毒 越來越年輕化喔 所以呢 像剛剛我們提到三級輔導 我們要有單段預防 因為我是公共衛生醫學的博士 如果是健康的人 我們怎麼讓他創造一個好的安全的環境 他每天都很開心的 有動靜來學習 讓他好上更好 他懂得學習知識 懂得團體生活 但是如果有問題的 我們早期發現不要小偉變大偉了對不對 你早期處理 然後呢介入他 包括有需要的時候 你還記得嗎 症結事件的時候 我們是發生的見景率要提升 同樣你見景率要提升嘛 這些壞人就看到警察有穿制服 總共在怕一下 你要怎麼見景率提升 然後呢教導大家 比如校園裡面 我怎麼樣注重 第一個 我不犯人 第二個 人不犯我 像剛剛議員啊還有局長他們都提到了 我們怎麼樣讓自己 比如說懂得防身 包括怎麼注意安全 到底怎麼樣不要讓那個小的 一隻黑羽毛變成黑天鵝了 第三個 不會 萬一太糟糕的 糟糕的就一定相對的措施要進來 我們有一些東西叫做特殊輔導教育 這些人 勢必有一些人要特殊的管教 特殊的監督 特殊的輔導 不要讓他們會造成別人的干擾 造成社區的不定時炸彈 造成我們的危害 這樣子我們才能給一個校園 我們不是這樣講嗎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 你不創造一個好的環境給他 他將來看到大家都不安全 他等著對國家政府不安全 他怎麼會有相信力 那不是更慘了嗎 是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 當然 討論到這件事情 事情發生之後呢 其實就要想說 應該怎麼樣來把這個已經 可能破掉的這個安全網 來給他補助 那當然 這個過程呢 可能還需要蠻長的一段時間 透過修法 以及校園裡面的一個安全的一個維護 都還是需要大家持續的來重視 持續的來關心 那今天呢 也非常謝謝三位來賓的分享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節目的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